与众冒险回归 Risk of Rain Returns 这是经典初代的重制版 具有增强的视觉效果 和大量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功能和内容 制作人表示他们将制作与众冒险20学道的所有知识 应用到他们在宿舍创建的原作中 见证琳琅满目的独特战利品组合 全新幸存者的加入 焕然一新的多人游戏模式 以及Risk of Rain Returns 进入粉丝们最热爱的一些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刊一剑种 是一款类迎合恶魔城的一阶探索动作rogelike游戏 玩家将扮演古老流派的唯一继承者 体验爽快战斗 收集先祖一流的强力武器和各种线索 挑战强大的压空间生物 在杀戮与死亡中探寻门派覆灭背后的真正原因 继承先祖的意志并完成其遗愿 湮灭线 Oblivian Override 一款迅捷灵力的横板动作rogelike 你将扮演这个机械机缘下的病毒 开启找寻湮灭线破解之法的冒险旅程 主角拥有超强的动能 灵活的跑动跳跃 八方向冲刺 甚至在墙壁随意奔走 游戏采用了原子化的build模块设计 告别了rogelike游戏中被大家熟知的既定路线 在随心所欲的组合之下 不只是战斗 连rogelike构筑本身都能提供灵力的体验 圣剑之子 Sorts and Their Boy 是一款冒险类动作游戏 扮演Broken One 一个因意外死去的男孩 两把神奇的圣剑却让它的肉体得以活动 圣剑与剑子必须一起 清除外星星球上一具区域中危险的怪物和机器人 并确保第一批殖民者安全抵达 队在这里面他们以下空会逮换星球上一具体质是失败的 我希望教细计刑 对此爱的人 最重要的病人 一步修帮我 我希望有个人 Duel是一款GL制作并发型的rogelag动作冒险RPG游戏 坦哥特王国被邪恶的军队入侵并摧毁 家人被处决 主角被关进监狱 但没有什么是永恒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 英雄从枷锁中解脱出来 一个复仇的旅程在神秘的世界展开 收集战利品 升级你的人物 摧毁敌人 最后的结局取决于你的决定 一款平台跳跃横板动作游戏 充满了肉鸽机制 例如永久死亡 随即生成的关卡 以及海量的物品和武器 让每个周末都仅可能独特好玩 使用独特的升级系统 尽管玩的是同一个角色 但游戏的每一次通关都会有不同的玩法 您可能会使用枪支进行一次构筑 下一次又会变成各档的集中构建 甚至是不同构筑的混合战斗 超越长夜 Be in the long night 一款混合了双摇杆动作类 roguelike动作和担任冒险的游戏 探索一个异想天开的地下世界 同时被神秘的腐化力量追赶 与可爱的角色交朋友 用混乱的能力抵御敌人 并揭开这个陷入时间循环的地下王国的秘密 永生伴随着死亡 Immortal and the Death that Follows 是一款2D清版游戏 灵感来自格斗游戏和90年代的动画 在游戏中 玩家将发展自己独特的风格 建立特殊的帮派 在试图逃离时同内心的恶魔作斗争 优优独特殊 斯蒂尔伯登 Steelborn 地球总部与一个名为VL744的 不起眼星球上的一个遥远的殖民地失去了联系 你和你可信赖的机甲 被派去侦查并了解失踪的殖民者的命运 本作是一款以经典游戏为灵感的平台射击游戏 钻研驾驶强大的机甲探索游戏世界 或者离开它去寻找地球深处的秘密 使用多样化的武器装备 从喷气背包到五种枪支以及甚至是武士刀 战斗并摧毁大量敌人和残酷的BOSS 将领 Spiritfall 一款快节奏的Roguelite动作游戏 其战斗灵感来自2D平台格斗游戏 使用不断变化的神圣技能库 通过斩杀 粉碎 飞身出击 和撞墙等方式来对付众多敌人 神圣精灵会提供强大的祝福 增强你的战斗技能 探索你最喜欢的技能 并尝试构建独特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尼迪克特福克斯的最后一案 The Last Case of Benedict Fox 一款让玩家们操纵自称是侦探的主角 来进行事件搜查解开真相的 跟银河战士恶魔城系2D探索动作冒险游戏 在游戏中 主角除了可以透过恶魔附身的能力 潜入死者的寄身处探查真相外 还能利用恶魔触手等能力在关卡上跳跃前进 或是将阻挡在前方的敌人给一一打倒 神剑少女战绩 Surugihime是一款横版动作RPG 决战将在100天后到来 要如何度过这100天完全由玩家决定 战斗 眼城 探索 剧情 以及妹妹 所有的要素都可以被玩家左右 就连命运都能够有你左右的RP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行者 Windrunners 一款像素风横版空战游戏 你将化身为反叛军的飞行员 驾驶数种各具特色的战机 对抗驻扎在Zera Igna星系上的底机和钢铁巨兽 推翻该地区王国的暴政 为人民带来自由 Stand Alone 一款具有rogelike特征的平台动作游戏 一场爆炸 发生在野兽居住的异域星球 在这一切的中心 一个机器人失去了包括记忆在内的一切 他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一个信念 丢掉破碎的外表 他取回原本的躯体 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泰坦去鞘 Titan Shell 一款以反无脱包世界为背景的 rogelike双摇杆平台游戏 故事从神权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神圣法令 用毫无意义的理由将无数人投入监狱 一个隐藏在国家中心的奇怪机械 决定为人类挺适而出 他必须杀出一条血路 穿过一座充满危险地形 失血雇佣兵和一只全副武装正规军的大山 蚂蚁朵走罗一眼球 Anse took my eyeball 一款2D动作平台rogelike游戏 进入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丘 用各种武器在成群的昆虫中战斗 面对boss 最终找到你被偷走的眼球 进入一个关系练习的雕吹 出锁了 遍 出锁了 再给换 出锁了 救出锁了 贝尽 得 丣 出锁了 进入 碎合者 Core Breaker 一款具有rogelike元素的快节奏动作平台游戏 扮演Noah 一个需要在人类被机械灭绝时唤醒的机器人 Noah需要踏上帮助人类复辟的道路 解锁战斗能力 升级和强化武器 与超级机器人战斗 完成他唯一的任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